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9号出席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 李源潮代表中共中央祝贺朝鲜劳动党成立70周年 并积极评价劳动党领导朝鲜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成就 他表示,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谊 愿同朝方一道,从长远和大局出发,密切沟通、深化合作 共同致力于地区和平稳定于发展 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表示 朝鲜真是朝中传统友谊 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朝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